大家好,这集视频我会示范在推特上怎么查看浏览历史记录 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通过APP就可以做到了 首先打开XAPP 对了,因为推特现在已经改名为X了 所以以后我们就称它为X吧 然后,点击左上方的个人图像 选择设置和支持 选择设置和隐私 选择你的账号 点击下载你的数据存档 接下来,系统会要求你再次登录以做确认 在这里输入你的注册邮箱、手机号或者用户名 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输入登录密码 完成后点击登录 接下来,系统需要发送验证码到你的注册邮箱 点击发送验证码 然后将邮箱收到的验证码填写到这里 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画面了 X数据就是包含了浏览历史记录及其他关于你账号的信息 现在只需要点击一下索取存档 点了之后,这里会说明数据可能需要24小时或者更久的时间才准备就绪 但是根据我的经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就收到了这份存档了 所以我估计24小时应该只是最差的情况吧 当收到数据后 你就能在数据里头查看到 所有浏览历史记录了 OK,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 有疑问可在下方留言 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哦